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今天上午通报 经警方工作现已查明5月4号广区门持刀行凶案行医人为李静辉男36岁 黑龙江省八燕县人在山东省东营市赞助 5月3号来京因个人感情问题实施极端行为 目前警方正对此案进一步调查 并将对在案发现场积极配合警方合力制服持刀行凶者的群众予以表彰 4号下午北京市广区门桥西北角匝道处发生一起凶案 一名30多岁的男子突然从车上下来 手持尖刀冲向后方轿车 他持刀捅伤三人导致其中两人不置身亡 嫌犯行凶后被警方及附近群众围堵 逮捕过程中嫌犯受伤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